但是呢对于这个有鼻炎 有过敏性鼻炎的人 其实耳鼻喉的医生 也是经常推荐来洗鼻子的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配置 首先就是配置这个生理盐水 生理盐水就是0.9%的盐水 就叫生理盐水 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个北美地区 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 厨房里面的这种量杯 对吧 那我们用250毫升的量开水 一定是要开水烧开了以后 就水烧开了以后 凉开水 250毫升在这 在这250毫升 然后呢 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teaspoon teaspoon这个size的 这个勺子 然后呢就是半勺 这个bacon soda 半勺子 这个bacon soda 就是我们在北美地区 做这个点心的家里人都有 这个bacon soda 半勺 这个勺子半勺 然后再半勺 不含点的盐 不含点的盐 也就是说这个半勺 bacon soda和这个半勺 不加点的盐 加在一起就是一勺对吧 然后就放在这个250毫升的量开水里面 让它化开 那这个化好了之后 就是我们冲洗的溶液了 一次应该用250毫升 基本上都可以 那么在冲洗的时候呢 我是自己哈 在那个castle里面买的这种 买的这种包装好的这种盐水 然后冲洗的时候 有几个注意事项 一个是呢 你这个注意 这个头往前面轻一点 往后里面 伸到鼻子里面去的时候 一定嘴巴要张开 不要嘴巴不要闭住 这样呢 水就可以从另外一个鼻孔流出来 这样呢 就起到了一个冲洗的一个作用 如果你嘴巴闭着的话 这个水是不会这个 从另外一个鼻孔出来 因为你把这个气道是避塞了的 那么反过来 一边冲洗完了以后 就放在另一边 一样的 就是让这个水 从对面的鼻孔流过来 冲洗完了之后很舒服 其实不仅说是预防这个病毒 就是说你的鼻子里面干燥啊 在暖气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呀 用这个方式来 这个湿润 这个鼻黏膜 其实都是很好的 特别是有过敏性的鼻炎啊 就是对花粉什么东西过敏啊 在那种季节的话 都是有帮助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